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共代表周恩来正在这里等待一位美国客人的到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 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 两个前途的决战 尽管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建国做出了很大努力 但国民党政府却一意孤行 并在美国的支持下 于1946年6月悍然挑起全面内战 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 有着中国通知称的美国驻华大使斯图雷登 届世出现 他告知周恩来 他将以斡旋者的身份 与国共双方商谈 改组政府的相关事宜 但在此之前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 要求中共必须接受 让出苏晚边区 交际线 承德与承德以南 等五个先决条件 否则停战 改组政府都无从谈起 这五条的妥协呢 第一条就是要让出苏晚边区 那么周恩来呢 斩定解铁的回答呢 绝对不能接受 一条也不能接受 当夜 周恩来致点中共中央 毛泽东回复 蒋之五条绝对不能接受 一条也不行 你的答复很对 我各解放区正动员 全力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那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 为什么要将中共让出苏晚边区 作为五个先决条件之首呢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 以解放淮阴 淮安为标志 苏中 苏北 淮南 淮北 四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形成了地域宽广的苏晚解放区 自古未有两怀不安而立南京者 与国民党首府南京 隔江相望的苏晚解放区 早就被蒋介石视为 眼中钉 肉中刺 因此 借和谈之名 国民党当局一方面要求 中共退出苏晚解放区 另一方面则暗中调兵遣将 将两怀地区作为抢占战略要点的主要目标 不断在这一地区挑起军事冲突 加剧紧张局势 面对蠢蠢欲动的国民党军队 1945年9月19日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向北发展 向南防御的部署 设施这个战略方程 苏晚解放区 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向南防御的企业 成为向东北发展的重要政敌 和巩固华北的重要屏障 为进一步巩固苏晚解放区 统一党政 军政 行政 加强和平建设力量 1945年10月24日 中共中央华中分局苏晚军区 在淮安成立 随即苏晚军区改为华中军区 与此同时 代表人民力量的苏晚边区政府 也呼之欲出 在这份珍藏于江苏省档案馆的苏北报上 记录着1945年11月1日 苏晚边区政府在怀音宣告成立的消息 李一芒任苏晚边区政府主席 刘锐龙 季方 韦阙 方毅任副主席 边区政府是苏晚解放区最高民主联合政府 新成立的苏晚边区地处长江淮河中下游 地跨苏晚域三省的广大地区 所辖地区涉及53个旧县制 人口2500万 面积10.5万平方公里 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后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度拟选择这里 为联合政府建立后中共中央新的驻地 作为边区政府主席 当时担任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的李一芒 可谓军政双全 22岁入党的他 头笔从容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 从事过中央特科的工作 也经历过25000里长征 抗战时期还担任过新四军秘书长 和苏北区党委副书记 淮海刑署主任 并且他精通中国古籍的版本 是陈一眼中党内少有的大知识分子 1945年9月 走进刚刚解放的淮音城 李一芒豪情满怀 感慨万千 在淮音城 李一芒为欢送 即将奔赴东北战场的黄克城市长 等新日军三师的老战友 为一百多名将士敬酒壮行 他一次次地将酒杯举过头领 战友们说 他是一个胸怀如火的性情中人 对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信念 对胜利的渴望 以及抗战胜利以后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 从他的情绪里面都可以反映出来 重任在间 道足且长 1945年12月10日 在接受新华日报华中分社记者采访时 李一芒表示 苏晚边区政府将率领全区人民 进行民主建设 改造政权 恢复经济 为创造一个全中国民主建设的楷模 而奋斗 当时的苏晚边区政府主席李一芒说 不管目前形势怎样 将来局势有何种变化 我相信苏晚边区 必将以民主政治的制度来存在的 绝不允许旧的反民主 反人民的统治 隆东季节 寒风凛冽 淮音城内却暖意十足 1945年12月24日 来自苏晚各解放区的助会参议员 以及华中其他解放区代表 共116人 欢聚一堂 共同参加了苏晚边区临时参议会 第一次大会 边区临时参议会 是群众拥护的苏晚边区最高民意机构 代表民众参政议政 监督刚刚成立的边区政府 在这次大会上 德高望重的田丰 被推选为参议长 淮北著名士绅田丰 早年加入同盟会 参加过辛亥革命 抗战期间 他对共产党一致对外 积极推动全民族抗战的主张 非常赞许 1940年初春的一个夜晚 湍急的郭河岸边 田丰和家人们 焦急地搭乘一艘小船匆忙离岸 远处枪声不断 追兵将至 原来日军胁迫他出任新郭阳械县县长 他执意不从 便带领全家趁夜色 出奔淮北抗日根据令 京县出刀后 田丰受到了新四军 第四师市长彭雪峰 和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 看到生机勃勃的抗日根据地 田丰激动地说道 我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 是政治开放 民富国强 还不曾见过这样一片新天地 苏晚边区政府成立后 参议长田丰参与领导边区各项工作 尤其注重贫富户记 克服灾荒 中共华中分局更是赞与他 辛苦勤劳 致力于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 1946年 花甲之年的田丰 向中国农洋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在入党申请书中 他申请地写道 欲谋民主革命之成功 中共中央民主革命之成功 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 并致电表示祝贺 这是1945年12月16日 新华日报华中版一篇题为 编辅各负责委员略立的报道 选什么样的人为民当官 这是中国历史千百年来 未曾真正解决过的问题 与独裁专制任人为亲的国民党政府相比 在这份边区政府各负责委员略立名单中 我们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官员组成结构 他们中既有当地士绅 也有党外民主人士 甚至还包括了原国民党左派 事实上早在1940年3月 毛泽东就提出了各抗日政权民主选举的 三三制原则 在政府干部配备比例上 共产党员 党外进步人士和中间派 各占三分之一 实施民主政治 苏晚边区政府各部门人员 也正是以三三制原则选举组成的 这份珍贵的历史文件 是当年苏晚边区政府委任状 委任状上有边区政府主席李一芒 和其他四位副主席的亲笔签名 其中第二副主席兼高等法院院长纪方 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第三副主席维确博士 是五党派知名人士 苏晚边区临时参议会的五名议长 副议长中 有三人不是共产党员 另外卫生处处长江上峰博士 民政厅厅长地方开明绅士陈殷南 以及建设厅厅长纪宇廷 都是早期国民党官员 苏晚边区政府建设厅厅长纪宇廷 是严复地区著名时身 原为国民党左派人士 曾担任冯玉祥部 第十六路军第四师师长 全国抗战爆发后 姬语廷和舅父马玉仁率部抗日 回乡成立抗日武装 于日寇激战十数次 深受当地群众爱戴 当时严复区域闹春风 军荒 纪宇廷带头给新思军 借粮度荒 在他的带领下 仅富宁地区地主富宁 就借出一百多万斤粮食 接寄了新思军和数以万计的老百姓 1946年1月31日 重庆新华日报赞誉 苏晚边区政府 是中共与党外人士 真诚合作的典范 这种合作对于民主团结事业 是一种有力的鼓励 曾经的种田泥腿子 打铁汉子 烧火丫头 在解放区翻身当家 做了主人 在当时的苏晚边区 民主政权建设中 除了三餐制 边区政府还放手发动群众 壮大人民的力量 1946年1月14日 华中分局在淮安召开第一次 华中工农亲父民兵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了工人 农民 青年 妇女联合总会等群众团体的领导机构 此次代表大会 也是华中地区召开的第一次群众工作会议 1946年1月的时候 邓紫辉在华中的群众大会上 他就讲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 什么样的重要性呢 邓紫辉说 只有争取到群众 那么中国革命才能胜利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的办法 人民当家做主 这是中国历史几千年未有的盛事 1946年4月 苏晚边区政府彻底废除了 当地沿用近千年的保甲制 所谓保甲制 是封建王朝长期延续的一种社会统治手段 这种制度实行联保联作法 一家有岁 九家联作 随着保甲制度的废除 在苏晚边区的广大农村 一种由群众直接选举产生基层干部的 全新民主制度 乡村民主制孕育而生 有来的这个保甲制 那是大部分是公平党的来由 这些人他还有的好路 还是搞我们不是一条心的 还有我们的一些政策工程 工程让上了就是有困难 当时就是要设计现象 这个监目 谁在当呢 就是要通过民主的凶具 把它凶出来 所谓一种扎根于群众的基层民主制度 乡村民主制的投票方法 因地质疑多种多样 这其中既有票选 举手表决 也有撵仇子 烫乡动 和逗选法 这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投票方式 这幅版画作品 斗选 真实而又生动地表现了 解放区基层政权的民主选举 让穆布什丁的老百姓 也能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利 人民当家做主 就从一粒小小的豆子开始了 斗选举权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特干 由人民群众亲手投出的斗选干部 勤政连结 奉公守法 勤连之气 蔚然成风 整个边区的面貌 由此焕然一新 以人民为中心 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 政府的施政理念 我们发展的理念 它的内涵和要求就是 奋斗目标 本人民而去 舍中权利 为人民所用 根本利益 为人民所谋 心中位置 属人民最高 工作好坏 以人民而定 人民和干部的关系 是族谱关系 在当时 新华日报华中版 曾发表过一篇题为 由群众改选干部 改造干部的社论 在社论中 有人问苏晚边区 一位民间艺人老苗 你想共产党新四军 和民主政府将来 会不会腐化 老苗说 不会的 问他 为什么不会 他说 因为这里时常开会 所以不会腐化 所以不会腐化 老苗宿舍的开会 就是 凡是 这些人民群众利益的事 集中的人民群众 自由平定的和谐的 西山讨论 让全力运行公开化 做到权为民用 力为民母 情为民喜 抗日战争时期 地处敌后的苏晚边区 地主汉奸投靠日北 残害人民 欠下累累血债 抗战胜利后 当地群众要求边区政府 伸张正义的呼声 日益高涨 从1945年12月开始 苏晚边区政府顺应民意 开展了声势浩大的 城坚反霸运动 在新华社严复分社 特派记者前翼的日记中 曾记录过这样一场 编区政府举行的公审大会 沙贵张来了 上去控诉的妇女最多 挤满了一台 有的一边讲 一边大哭 沙贵张对质时候 抵赖着一百多人命 控诉的人就扯着他衣服 要他命 判决死刑 多少人拍手啊 1946年4月份 中共华军七地委 在四县县城召开万人大会 在这个会议上呢 就是枪毙了这个 唯四县县长 王少全 罗嘉谦 因为他发的那群众啊 声势很大 四县一共有五个区 一万八千人参加 开展了211次斗争 有五千多农户 获得了利益 应该说这个是很得 往那群众欢迎的 为更好的诚治 甄别地主汉奸 边区政府特别制定了 苏晚边区诚治 叛国罪犯 汉奸暂行条例 使群情激愤的公审大会 也可以做到 有法可依 公正审判 苏晚边区的大发展 也引起了党中央的密切关注 1946年2月2日 中共中央制定时任 新四军军长陈毅指出 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 引中央机关将来 可能迁往怀因办公 苏晚边区成立了以后 那么我们党中央 如果迁到这儿 那么到南京 去参加这个联合政务 假如说这个联合政务 能盘承 能组织起来 那么毛泽东啊 到联合政务去开会啊 这就很方便 这个从安全上也很方便 因为离南京近啊 1946年3月4日 毛泽东在延安 同国民党代表张志忠交谈时 张志忠曾说 政府改组了 中共中央应该搬到南京去 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 对此毛泽东笑着说道 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 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 我怕热 希望常住在怀安 开会就到南京 我们华中局的书记 邓志会同事 曾经跟他的 华中局的秘书长 吴宗涛同事也有一个交代 党中央可能南京到 怀安来 要成立两怀事 作为党中央领导全国的 一个中心 一个中心 当时还提出来 提到了一个事情 就是要从怀安到沼庄 建一条铁路 或者修一条铁路 修一条铁路是什么呢 就是把山东 做我们党中央机关的合法基地 时任苏版边区政府主席的 李一芒 曾在《模糊的迎评》一书中写道 我曾经得到 华中局一个通知 说党中央要从延安 搬到怀因来 就由我负责 找一个适当的地方 建立中共中央总部 李一芒接到通知后 立即动身和几位同志 到怀因考察选址 经过勘查 怀因县洪福乡 被选为中共中央驻地 同时 华中分局所属的办事机构 从蒋公馆 丁家花园搬出 以便让中央领导 在这里居住办公 苏晚边区的迅速壮大 使蒋介石坐立不安 1946年1月11日 在国共双方停战协定 签字的第二天清晨 驻守南通的国民党军 违反停战令 对苏中解放区的新四军 发动突然袭击 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白铺事件 事件发生后 由美方代表参与斡旋的 北平军条部怀因执行小组 抵达怀因 对调停小组的到来 苏晚边区政府热烈欢迎 积极配合 但中英国民党方面 毫无谈判诚意 加之美方暗中偏袒 此事无果而终 随着蒋介石肆意扩大战火 中共中央南迁计划 被迫取消 1946年6月 在蒋介石的命令下 国民党军公然撕毁和平协议 悍然进攻中原解放区 7月12日又调集27万大军 对苏晚解放区展开进攻 1946年的夏天 美丽的大运河上 阴云密布 硝烟弥漫 面对来势熊熊的国民党军队 递出国共交锋最前线的苏晚边区 又将如何应对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